生活在台灣 你一定常聽到說 我們冬天來去吃個薑母鴨 麻油雞等等 或是說最近好像身體不太順 來吃個補品或燉個什麼藥膳等等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們華人特別喜歡吃補進補 那在你的門診患者當中 有沒有因為吃補 然後不小心就進去看醫生的 當然 每到冬季的時候 因為吃補吃過頭的 造成一些身體小小副作用的患者 門診量都會增加 在這部分當中 是 那大部分是怎麼樣 是吃錯了還是怎麼樣 還是吃多了 應該吃錯跟吃多都有 因為一般的民眾對中醫的認知 大部分都在補 就覺得說身體不好 或是說天氣比較冷 手足冰涼了 這是好像有點虛狀 就是利用中醫的藥材來補一下 但是民眾往往不明他的體質 也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所以常常遇到說補錯 或補過頭 造成身體不適合來就診 所以其實補也只不過是 傳統醫治方法的其中之一 那這八法各有什麼特色呢 汗吐下溫清和補固 各有各的治療的一個適應症 那汗法在古人來講 就是說有一些風邪方面的疾病 特別是像感冒類的啊 古人會用這種出汗的方式 像我們有時候我們發傷 呱呱沙有沒有 出個汗它燒就會退了 這種是一種方法 那當然出汗有一種是說 有一點發燒啊 然後吃一點中藥 溫的中藥之後 再溫腹取汗 就蓋個棉被 它再脫熱西粥 喝一點那個西粥 熱的粥 它也會出一點汗 它的這個外風邪的症狀 比較就會解開 這汗法 那吐法就是嘔吐的方式 吹吐嗎 對對對 以前就會有用藥方式來吹吐 讓身體的機能 把一些不好的物質 即時的把它排泄出來 那身體就會變得比較好 這在我在大腸經裡面有看過 就是有一個生命 它就給它吃牛肉湯 結果反而它整個吐出來 就好 這樣就好了 對 因為這屬於說 這東西進來腸胃當中 機制造成整個腸胃的身體不舒服 所以這東西還來不及 從大腸離開 糞便離開 那到最快的方式 就是從胃的方式吐出來 入境最短 所以它一旦吐出來 它就舒服了 那下呢 就卸肚子的嗎 這個下法 真的還是比較常用的一種方法 是 因為現在吃進來的東西 其實就很多 大家知道現在食安的問題 現在食安的問題 不是現在有 古人也有 古代的時候也有 但是沒有現在那麼嚴重 所以一般來講 下法是當作 它是一種叫做 快速的排毒方式 把身體的 存留在身體裡面的廢物 在比較短的時間讓它代理 這些廢物就是干擾物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毒素嘛 那它迅速代理 那我們身體就 比較快速的恢復健康 是 那所謂的溫呢 溫其實和這個補 跟這個固有一點相近 針對說怕冷一些些 那就會吃一點比較溫的食品 像溫的食物當中 像那個桂圓有沒有 桂圓就是 我以為它是熱的耶 對 溫其實這是比熱還輕微的方式 補的話呢 這個補呢 比較強烈一些的方式 那固呢 固喔 固是固射的意思 像有一些患者大肚子 那要讓它收射 讓它強固起來 那就用固法 鞏固的意思 就把它鞏固起來 讓它不要一直往外卸的方式 所以輕就是把身體不好的輕掉嗎 還是 輕熱解毒的一種方式 輕 輕熱的意思 補在這八法之中 算是好治療的還是不好治療的呢 其實補就是中醫 最常用的治療方式之一 過去我們這個 營養比較匱乏的一個時代 那每一個人幾乎都吃不飽 穿不暖 所以在古時候呢 這個補法是醫師 治療是最常用的方式 所以這個 這樣的概念 根深蒂固的 從過去慢慢的到現在 大下還是存留在他的腦海當中 所以一想到說 身體不好 與補為先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古代醫家就有提醒了 補法最難 想要用補法來調身體 把身體調好 這個方法 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那所以補法最好的 還是去請教醫師囉 是的 那要怎麼樣去區分 我們就說 我們要了解自己的體質嗎 還是說我們乾脆都不要補呢 那坦白講 要了解自己是什麼樣的體質 很難是不是 不容易 不容易 因為我們很難遇到 叫做單一體質 好比說你是真正的虛寒嗎 是 你會不會有一些虛熱現象 是 綜合體嘛 那你有沒有一些實症 實症好比說 我就有便秘 我有子宮肌瘤 這叫實症 是 那如果你說我手足病人 可是我有子宮肌瘤怎麼辦 又不能太熱 又要補熱 對 所以遇到這種情形 它就變得很複雜化了 但是如果說我只是說 我冬天一來我全身都是 全身都是怕冷的 衣服穿 怎麼穿都是覺得比較不暖和 那當然都很單一 你就是跟它補一下 那當然身體就會比較舒服 但是往往不是如此 所以我們講說補法會難 因為你如果萬一 沒有兼顧到其他的症狀的時候 補錯了 那你可能其他的症狀 會變得惡化 所以一般人其實如果對自己 體質縱使了解 也不要隨便亂補 那現代人因為真的是吃太多 那到底現代人需不需要補呢 應該來講 如果你只是覺得疲勞 那真的不一定要補 但是如果你確定你有貧血 實質的這個叫血虛 或是你真的已經覺得全身都無力 然後連講話的聲音都 力氣都沒有 也提不起精神 那不會覺得 有的是我們一直想喝水那種感覺 那這個就叫氣虛 那各種就可以很適合補 但是現在的人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現在的人是吃太多 然後又沒睡好 當火上升 它就是不太能補的現象 那或者是說 我們常常有人去吃大餐 吃得很油膩 吃得很油膩 像這樣的狀況 其實熱量進來其實非常的多了 你的疲勞不代表你是有虛 所以像這樣的狀況 你如果去吃補的話 越補越過火的現象 就燥熱現象反而比較明顯 越燥熱就越悶熱 越悶熱反而會覺得越疲勞 反而我們要想要舒緩 反而沒有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補的人呢 有沒有哪些忌諱 哪些禁忌 譬如說哪些人不適合補 是什麼樣的症狀 他就不能補了 基本上體質過亢 體質過亢 就是我們一般大家認知的 這個叫做什麼 火氣大 或者是說 兩把火 兩把火發炎 是 或是精神很抗靜 抗靜常常表現都 比如說高血壓 或是容易生氣 這一類的 這是過亢的 那個表現呢 在我們的身體上就有比較 你有痘痘的人 你就要很小心補了 你有痘痘 青春痘 特別是女孩子常常會覺得說 我月經過後 是應該要補一下濕湯 但是你如果下巴有痘痘 就不適合 就不太適合 對 當然有皮膚病的患者 那就要更小心了 因為台灣有很多皮膚病患者 是遇到熱就會發了 熬夜會火氣大也會發 心情不好也會發 發脾氣也會發 泡溫泉也會發 洗熱水倒也會發 所以這個因熱而造成的皮膚 你再也要注意 還有那個全身腦硬緊繃的人 我們想我們再出力就會發熱 那這種無形的緊繃的人 屬於緊張型的人 他務時務刻其實都很緊繃 肌肉都在收縮 其實他就會產生微微的熱 像這樣的民眾 補起來也是要很小心 那當然口肝失眠就不用講了 那個口肝舌燥還吃補 火上加油 是 失眠會造成肝火大 我們叫虛熱腎 越補越痛苦 那如果是紅腫熱痛 他比我們最近有撞傷啊 發炎的 其實有紅摸起來就是熱熱的 如果今天沒有熱熱的 是慢性期的OK 但是就是說如果剛撞到的不行 甚至你疑似會有 蜂窩性組織炎的時候 那千萬就是補不得的 是 補不得 那當然痔瘡本來就是在腫嘛 那痛風也是紅腫熱痛 關節炎也是 這些通通都是發炎的 那另外就是 我們想要補一下看一下我們的嘴唇 有沒有太紅 嘴唇比一般人的 比旁邊的人還紅 那你就要小心了 不太能補 那小便也是一個 小便如果彷彷的 心臭味很重的 病人在做補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順序 應該是要先怎麼樣再怎麼樣嗎 這個是我們中醫師常常在用的方法 第一個是先苦後補 你要先清熱 把身上的這個熱先平衡掉了 先把它平衡掉了 之後再來顧及這個 我們一般感受到的 所謂的這個虛 那這個就是先苦 因為清熱藥都是苦的 那民眾已經習慣吃這個補藥 補藥都很好吃啊 哪有 那些藥味很重耶 是藥味重 但是比起這個苦藥來講 那好吃太多了 因為有雞啊 有什麼 我們現在倒過來操作 我們先吃苦的看看 先苦後乾的感覺會特別好 所以一般你們都會用 譬如說黃蓮啊 蓮子心啊 像這種啊 苦的藥嗎 對 其實蓮子心是有技巧的 如果你把它煮開的話 那當然是很苦 但是效果特別要清新熱 但是如果你用熱開水給它泡 用悶的 其實它並不會很苦 但是有療效 有療效 這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微微的熱 那我們就用泡的 但是我們是屬於大熱的 就是說已經有發炎的 那種 也會說痔瘡啊 痛風啊 清真痘 濃瘡的啦 這一類 這一類用泡的效果就不好了 有一些患者其實他虛症的 的確是比較明顯的 但是虛火也是很明顯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補屑先知 我們看比例 那滋陰清的是另一種方式 滋陰其實就是一種什麼 補水的方式 很多民眾喝很多水 但是呢 還是口渴 還是很燥熱 那這個狀態叫陰虛燥熱 那這個熱是在於說 我們喝進去的水 細胞不會把它轉化成有用的水 然後去平衡身體的熱 所以這個過程不正常 那我們就會利用 滋陰的樣子 讓身體喝進去的水 能被細胞所用 而去平衡身體的熱 那黃蓮膠囊 其實在過去是蠻常用的啦 可是因為黃蓮 可能在這個 現代產地的關係 稍微重心足會偏高 這是不真的事實 所以一般來講 這個黃蓮膠囊 我們就不太建議 但是我們建議 能吃骨的還是用煮的 那大王也是大苦大寒的 這兩個藥 黃蓮跟大王都是大苦大寒的藥 但是黃蓮不太會拉肚子 反而一些急性腸胃炎的人 吃黃蓮 我們剛好談到固法 它有收射的作用 吃黃蓮還可以止泄 那大王剛好走相反路徑 它是通下的藥 所以如果我們有便秘 那是又有一點虛 那我們也可以加一點通便的藥 讓它離開 廢物離開 讓將來想要補的藥進來 能發揮到最大效果 所以會用到大王的卸下 我想就是一般民眾 可能知道的補 像冬天 就只有像加母鴨 什麼藥燉 什麼羊肉爐 然後飾物 這是比較常見 還有譬如說十全大補 那這些到底 現在已經不太適合每一個人 對不對 尤其是現代人 因為都已經過剩了 對 過剩 那到底要 如果我還是很想吃補一下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這邊有四個方子 我們這個八蒸湯其實很常聽 對 食物湯也非常 對 女孩子都會知道 很常見的 那其實八蒸湯就是 食物湯加這個四菌子湯 等於八蒸湯 那四菌子湯其實它是補氣 四個補氣藥 裡面其實就是有酸 有酸 酸就是來補氣的 是 那食物湯就是補血 補氣加補血 那這個八蒸就是補氣血 那十全呢 八蒸再加黃旗肉隔 就變十全大補 所以我們要補的時候 我們先看情況 一定要先從上面再往下 上面是比較輕的就對了 對 這個一定比較輕 這個補氣藥 這個不是很強烈的 是是是 補氣 食物湯就是偏溫燥一些了 它補血 但是它當歸就比較燥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吃八蒸湯 是時候比較乾脆 我們補氣又補血了 了解 如果說真的都補了沒什麼感覺 我們再來買個十全大補湯 走到九段 我們會來打把北方向掉 我們會再用二條湯 然後我們會去內外 走到八蒸湯 走到八蒸湯 然後倒過來 感谢观看